把范区抓过来 打 这一顿臭打 打得很凶 把范区的裂骨打断了 范区的牙齿打掉了 眼看着范区就要被打死 范区一看 如果这个时候再出一点声音的话 就可能被打死了 所以范区就咬紧牙关 打得再凶 他一点声音也不吭 闭上眼睛咬紧牙关随你打 他是摆出一个什么姿态来 死了 我已经被打死了 结果这些打的人看着 打着范区 没反应了 开始他还叫 后来叫也不叫了 就以为他死了 然后这个魏国的国相 魏齐就找人弄一个席子 卷巴卷巴 把这个范区 送到 给他扔到厕所里去了 扔到厕所里以后 这个魏齐还不解恨 他让很多喝醉酒的客人 到厕所里边 对着范区的那个所谓的尸体 小便 让客人排着队 去轮流在那身上 这个撒尿 羞辱他 结果范区还是一动不动 大家都以为范区死了 其实范区没有死 等这些人撒完尿走了 范区就给看守说了 说我希望你能放我一条生命 你要放了我 将来一定会对你有重抱 结果 这个看守就动了慈悲之心 他就去给正在喝酒的 国相魏齐说 他说厕所里那个人已经死了 在那放着 也是放着 不如把它扔掉 这个魏齐他喝酒喝醉了 他就随口答应了 行啊 然后这个警卫呢 就把洗桶里卷的 浑身是小便的这个饭区 给拉走了 这样饭区就逃出来了 等到第二天 魏齐喝酒醒过来了 就觉得这饭区 是真死了是假死了 赶快找人去看 结果死人不见了 到处搜索找不到 瞎瞎这时候呢 魏国有一个人 这个人非常好 好心 他就私下里找到了 打成重伤的饭区 带着他 把他藏起来 帮他养伤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 秦国来了一位大使 到魏国来出使的大使 然后这个收留 饭区的这个魏国人 就私下里给秦国的大使说 他说我有一个朋友 非常有才 他很想见你 但是他有仇家 他白天不敢来 那么这个大使就说 那这样吧 你就到晚上来见我 然后晚上 这个人就领着饭区 这时候饭区已经改名了 不敢再叫饭区的名字 改名叫张路 带着他去见那秦国的大使 这大使和这个 这个伤害没有痊愈的张路啊 谈了一番话 话没有谈完 这个大使就知道 这个张路绝对是一个高人 非常有才 他就想把他带到秦国去 他说你这样 他说你到城门外面等着我 我明天就辞行 我辞行完了以后 我就烧着你走 第二天 这个大使就向魏国辞行 辞行以后到城外 拉着张路就走了 结果走到湖县 也就今天河南的领宝县 走到这以后呢 这个突然中间看着 从西边来了一队人马 然后这个张路 也就是原来的饭区 张路就问 问这个秦国的大使 说来的是谁 这个大使就告诉他 来的人就是张侯魏冉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 李昭湘王的魏冉 他说他来东边视察了 这时候这个张路就说 他说我知道 这个魏冉非常专权 很有势力 而且他很记恨六国来的人 他说我在躲 然后张路就藏到车里边了 不敢出来 果然等了一会儿 魏冉的车来了 魏冉车队来以后 看见这个秦国的大使 就问他 说东边的情况怎么样 这个大使说 东边没什么事 然后 这个魏冉的就问他 说你从东边来 是不是带着有六国的人呢 这个大使赶快否认 我没有 我什么也没带 其实这个时候的饭局 也就是张路 他藏在这个车里面 都听见了 然后魏冉带着车 就想动了 等魏冉刚一走 这饭局 一咕噜就爬起来了 告诉这个大使 他说魏冉刚才怀疑 这车里面有人 但是他忽略了 没有搜查 他等一会儿 一定会重新回来搜查 赶快让我下来 免得他查 就把我查出来了 然后这个大使 把车停下来 饭局 也就是张路 跳下来 一路狂奔 跑得十几里地 果然 他刚跑了 没多长时间 魏冉就派他的随从 又骑马回来 搜查这车子 他饭局已经逃了 查了半天 车子没有人 就回去了 然后跑了十几里以后 这个饭局就在那等着 等着 大使的车子来了 继续拉着他 到了秦国 这样 饭局总算是从魏国 死里逃生 逃出 饭局是战国时期 著名的政治家 和谋略家 他早年在魏国期间 不受重用 因为一次初识 显示才华 受虚假妒忌 而激进丧 最后被迫逃到秦国 那么逃到秦国的饭局 能够在秦国 找到自己的用语之地吗 秦昭湘王会重用他们 到了秦国以后 这个大使就向秦昭湘王 汇报他出使魏国的情况 同时推荐了高人 饭局 但这时候昭湘王听不进去 这时候昭湘王已经继位了36年 这36年 他向南把楚国的国都都给占了 东边他打败了齐国 而且不断地对韩赵 为三国用兵 军事上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所以昭湘王这时候 已经不觉得自己再需要什么 人才来帮助他了 所以这个大使 给他说了话以后 他没有听 但是他也没有赶走这个饭局 还是让他留下来了 但留下来 是给了他一个很低的待遇 就是住的条件 吃的条件都很差 他饭局这时候没有选择 他是从魏国逃出来的 死里逃出逃出来的 假如他回到魏国去 那魏齐肯定是 这一次是一定要把他打死的 不但要打死 一定要消守的 免得他再死里逃生再逃了 所以他没有退路 只好在秦国待下来了 这一待就是一年多 这一年多 饭局的日子很不好过 待遇很差 住的宾馆很差 吃的饭也不好 这个秦昭相王也不见他 也不用他 他就这么猫着 等机会 结果等了一年多 叫他等到了一个机会 那么这个机会是个什么机会呢 因为在这之前 发生了一件事情 就秦国国相 然后魏冉 提出来了一个计划 要越过韩国和魏国 去攻打齐国 因为齐国跟秦国之间 隔了两个国家 一个是韩国 一个是魏国 魏冉提出来要 越过韩魏攻打齐国 这个意见提出来了 昭相王也同意了 但是魏冉的这个计划 提出来以后 饭局局的机会来了 因为他从这里看到了一种机会 他就给秦昭相王写了一封奏章 要求见秦昭相王 这封奏章写上去以后 秦昭相王看了以后非常高兴 立即召见了饭局 这是一件很怪的事 他在那待了一年多 秦昭相王都不见他 一封奏章上去 马上就见他 为什么呢 因为饭局在这封信里边 提到了几个问题 第一 他提出来 食宝困难 你像和氏璧这样的宝物 当时就不被楚王所承认 认识一个宝物还这么厉害 还这么困难 识别一个人才会更困难 所以识别人才非常困难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就是说 不用不留 我来这这么长时间的 你也不用我 你既然不用我 你就不要再留我了 他提了第二点 第三点 这前两点可以说是铺垫 前两点是铺垫 第三点他提出来 然后蔚然提出来的 越过韩卫攻打齐国 有问题 但这个问题是什么 他不讲 他不讲 他在这两层破解 这个第三个问题 这个中间他说了一段 非常有意味的话 他说 急语直智者 臣不敢载之欲书 一语无效 请妇复之 就是我要说的话 我不敢写在奏章里面 我只能当面讲给你听 假如我的话 说了没有用 你可以立即杀了我 最后这一点最重要 因为最后这一点 讲得若明若暗 这个神龙见头不见尾 秦昭相王 感觉到 这个范局 一定有什么重要的话 但是你读了他的奏章来 又看不出来他到底要说什么 所以就下令 用专车 不范局 接近公来 要见范局 范局入秦后的一年多时间 秦昭相王一直没有召见范局 当秦国丞相魏冉 提出跨越韩魏去攻打齐国时 范局认为时机已到 于是立刻向秦昭相王上述 而在